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萨达书人带来的DOTA2比赛解说 就是一场强行有来有回的比赛 那么这样的话双方进入到了一个决胜局 一号我们对战VGR2016年T16的中国区预选赛 淘汰赛总决赛 那么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最终的一个决胜局 BO5的比赛第五场 来看一下双方这场比赛的一个BP 那么一号我们觉得上一场比赛的这个 死亡先知和这个神域者应该说发挥的还是不错 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果断被这种英雄掏出来 扮人方面继续是扮掉了小黑和狗 而VGR则是继续扮掉了TB加上了小大家 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 男人方面这场比赛 VGR是掏出了虚空假面加上凤凰的一个组合 三四手扮人方面是 一号我们继续了延续了上一场的扮人的一个套路 VGR则是扮掉了萨尔和夜魔这两个点 第三手拿了Lan 有观众问我看好哪支队 我个人更看好那个VGR 我在之前给大家在微博上发过的那个小红本预测里面 我也是预测的是VGR拿第一名 但是没想到WINS只会这个状态这么火 所以我个人更看好一点VGR 然后一号我们在第四手拿出了一个黑弦 黑弦 黑弦船长DP神域者 这场比赛VGR并没有选择去扳掉这个虚空这个点 感觉对方虚空这个点应该是给他们压力还不是特别的大 看一下VGR的第四手拿人他们现在 是VGR一手抢的虚空我二了我二了我这个 这一点事情有点就要是精神注意力不太集中啊 非常抱歉各位 第四手 现在VGR缺的是中单和大哥 看到那个中单和大哥怎么选 准备怎么拿 可选的英雄还是比较多的 战神七的蓝猫目前还没有备办 目前还没有备办 给战神七拿了一个TINGER 哎呦这个局啊 哎 一切膀胱局的要素已经具备了 看我们最后一手搬人吧 一号我们这边最后一手搬人这个大哥准备搬谁 修补将是一个比较去上厕所 咱们这个观众也是非常的了解啊 一看见这个阵容果断就去上厕所了 不错洗完澡回来赶上BP结尾 没事你可以再去洗一个澡 如果有女票的话还可以再来个鸳鸯狱 致灭中途再来一发 然后你回来以后没准这个局可能刚刚才进入到一个刚过了兑现期啊 这局估计前30分钟都是兑现期 看看VGR最后一手搬人 一号我们想办掉了一个死问 一号我们想办掉一个优鬼 比较大修武将的开瑞还是这种比较偏打架的开瑞 但是现在这场比赛的开瑞好像被办的已经基本上没了 一号我们办了五手四个开瑞 然后VGR这边是办掉了三个开瑞 这样呢这个双方的最后一手很关键 双方都是差一个大哥就看这个大哥怎么打 VGR这边要勇敢一点的话可以打一个一号位的虚空大哥 一号位虚空大哥 然后呢再拿一个三号位能够偏打架一点的三号位出来 这样比赛还没有拿大牛可以拿一个大牛出来 让凤凰打三号位 然后这样的话修武将的发挥空间会非常好 最后一手拿了一个克林克兹 小骷髅这个英雄配虚空也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配 小骷髅就适合配团阔 一号倒过来了 上一场比赛是VGR用狼人去打小骷髅 这场比赛是调过来一号我们用狼人去打小骷髅了 其实说实话小骷髅这个英雄没有那么的大 小骷髅这个英雄前期特别怕被针对 一稍微针对就死了这个英雄 太脆了前期时代 那么小骷髅这个英雄也算是一个不是特别 就是在经济方面 他的前期打架能力 他对经济的要求不是特别高 所以这样的话前期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修武将都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刷钱空间和发育空间 选人方面还是有一些想法的 但是这场比赛狼人碰见凤凰虚空这点东西的话 还是有一点蛋疼的 比赛比赛比赛最终时长60分钟以上 直接60分钟以上 这个比赛讲道理的说 一号我们上高地不难 讲道理不难 然后会有防御塔被反补吗 会首个获得三杀的选手 这场比赛 听个吧 截至15分钟的时候 反衍最多的选手 反衍最多的选手 这两个人撞了 虚空跟分队撞上了 反衍最多的选手 这怎么怎么猜呀 投分队吧 我觉得分队 这个经验老到 而且这个英雄 反衍的机会比较多 投分队吧 这里给上一发吸血 DDC 这里给上一个穿色弹 感觉要交一血了 这里给上一个激光救一下 但是这个逃肯定逃不掉 太脆了前期 这样吧 死亡先知拿到一个一血 看看这个神服 上路战神七 拿神服 各自拿各自 烈士路的神服 好 这边观众也是 也多啊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上海狼人是走了上路 狼人去跟这个羊的虚空去兑现 中路这个兑现没有什么可说的 来了这里 我这场比赛好像有点丢包 有一点点丢包 我去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这边完全卡死了 大家稍等 按道理说 我这个上传 上传已经都上传完成了 应该是不会占网速 才对 这边比赛卡死了 我重新连一下 大家稍等 网络突然卡住了 突然间就卡死了 可能是刚才我这边网出了一些问题 网出一些问题 大家稍等 不是大家在卡了 是我这边卡了 是我这边卡了 预测已经都预测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好在没露人头 好在是没有露人头 比赛没想到 打到了决胜局 这里上路的狼人 不懂啊 这个为什么 这个跳是用过 感觉这波羊有点危险 这神域者给自己 克了一个小蓝 还有机会 不追了 不追了 他一级因为升的是一个T 所以耗蓝是比较多 感谢这边观众杀了辣条 上路羊的虚空 这波在面对分队的 这个神域者的时候 这波不要再刚了 该走走 该走走 虚空面对神域这个英雄的时候 神域如果说他 这个神域 因为他初期是一个纯酱油的神域 等级升得比较慢 你要让这个神域 等级升得稍微快点的话 这个是有可能出问题的 这里FI的凤王是被对方的一个真眼给看到了 他这个动向 国师无双的船长这场比赛中也是又拿出来了 出门装还有 出门装是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还是他最习惯的一个出门装 凤王来到中路去帮一帮中路的这个战神七 战神七这场比赛拿一个Tinker的话 真心的就这场比赛不知道拖多久了 这里被给上一个吸血 一个蜂裙 再给一个普攻 这里吃一个先灵火 再给一个普攻 这里真的是就差着一个先灵火的伤害啊 真的就差着一个先灵火补回来的血 要没有这发先灵火又被带走了 战神七这个 日常对线崩 而且这一届比赛不知道为什么战神七到现在为止没有打过女王 在之前的那几个比赛当中 他那个女王发挥真的是无可挑剔 正如Tinker选择是宋野 给上一手进化 这里一个跨地形跳 漂亮 虚空最近的这个版本 把他的这个时间漫游跳的这个距离增加到了600多 这个很关键 等于现在虚空的一个 初级的一个逃消能力是更强一些 之前400多距离的时候 这个虚空有的时候确实是太短 这男人有部分男人痛啊 确实有点有的时候太短 船长过来了 船长过来这波虚空应该是可以带走 这个虚空的状态还是很残 船长在这个地方埋伏 直接给上一个叉就可以了 给上一个叉 水拉回来 这样他直接带走 拿到这个人头 这里中路战神七又是被给上了一发吸血 再给一个风群 还要追吗 不能追了吧 没有 还有一个吸血 还有一个吸血 身上有宁魂类 其实这波应该是怕对方TP支援 不考虑对方TP的话 这波战神七要被单杀的 这DP是有鞋 而且他还有一个吸血 刚才身上 吸血刚才囤了两点 还有一个 但是这波消耗完了以后 战神七表示 给一个不耗一点血吗 预测已更新 反映最多的选手 目前是Lion反映最多 这场比赛 反映最多的就是分队和Lion 就这俩人不会有其他人有这个可能 老十一 老十一这个黑贤在下路 对这个小骷髅的话 不会打出太什么太明显的一个优势 基本上就是保证自己的一个肥就可以了 中路船长碰上FY了 这个FY有危险啊 直接飞走 刚才这波空卡 其实是有机会的 就打这个凤凰 凤凰这个英雄很脆 他虽然是力量型英雄 但是他很脆 出击零护甲 砍一刀 你攻击力是多少 血的是多少 砍然后身上就是多少伤害 这个英雄出击 真的是脆的 脆的跟纸一样 双方在出击对战期呢 基本上算是比较平稳 只有船长的这个点游走 还算是有一些效果 这里一个隐身符 上路可以考虑是不是要耗一耗这个羊的血量 这波给上一个插水 但是这波爆发不够 这张一个净化 打出来下一个夜也漂亮 这个神域者 这个ETE的三连的伤害倒是还是有 中路 中路这波双方打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一波血量的互换 都是非常极限没有死 刚才虽然说我切过来切晚了 但是能够看到刚才最后战神器给的那手激光 应该说只会很重要 没有那手激光的话 应该是一个普攻带走了 这黑箱给了一个离子盾 这波冰要被收 这波这波野怪要被这个离子盾全部给烫掉了 下路羊这个地方是跑过来占一占便宜 占一占这个拉底的便宜 那这场比赛从对线期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场比赛VGR这个对线期的应该说打的还算是可以 这边观众说神域者被削弱之前爆发是现在的两倍 所以这个说的有点夸张了 有点夸张了 神域者这个应该从刚才出来我就在打了 他的E这个E技能的伤害是没有变过的 E技能的最高伤害一直是360 他的T技能的伤害被削过 但是他的ET三连主要是依赖他的一个E技能不是T 所以他在前期的这个爆发 包括哪怕你就技能都升满了以后的一个爆发 也肯定是没有不到两倍 大概就是个百分差百分之二十 了不得了 这个爆发 那个时候缴械会增加物理伤害 对啊 这个我知道 他缴械这个地方中路的克林克兹第一波游走 收益非常的好 直接干到对方中路的昆卡 但是下落这个凤啊 有点危险 所以飞走 到了这个里边 看看能不能打断 拉一手 漂亮 这样的话还是强行把这个凤啊 给带走 我知道那个时候那个 就是你说的那个东西 就是你说那个 F 就是F技能会加重那个物理伤害 但问题是F还加魔免呢 你ET三连打完了以后 你 你ET三连打完了以后 正常情况下你不会离对方很近了 就已经离得很远了 这个时候你即便再给对方套上一个魔免 你也不可能打出一到两下普攻了 你最多能打出一下差不多 就只要对方不傻 他一直往后跑 你最多打出一下普攻 人肯定溜了 加重物理伤害这方面 但是魔免你不可能先套 先套你ET三连全没用了 所以你要是提高一倍的爆发 这个有点夸张了 就是击杀成功率比现在高很多 是真的 因为他大招削了 大招以前有隐身 这里直接这个虚空是被两个离子顿的狼给烫死了 这个好脏啊 这真的好脏啊 狼人变了一个狼以后 两个离子顿的隐身狼追着把这个虚空给烫死了 毫无办法 这个路的确实是够恶心的 以前的神域者的大招是给自己隐身 而且隐身的时候可以放技能 就跟那个小鱼那个大招有点类似 隐身的时候可以打人 然后不会陷行 那个时候的神域者击杀的成功率确实是高了很多 就是我可以给自己先上一个大 比如说你在塔后 我给自己上一个大 比如这样的 你站在这我给自己上一个大 然后从这绕上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给你一个ET三连 这个时候你没反应过来 然后我给你一个F 我开始疯狂的点你 然后点几下就死了 然后这边我又 不是 不是 等会 不是 这是为什么呀 我还奇怪 我说这 我看小地图上两边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英雄上的接触 这为什么会被杀 又被李子顿的狼给烫死了 脏都不行啊也是 狼这个东西因为初始移速很高 他460的初始移速 所以这个东西前期如果你套一个利子盾去烫人的话还真是有点恶心 这些国士无双不出去外也去了 起剑直接带走 妖精的这个骨弓在前期的游走成功率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三兵的那个骨弓成功率要高很多 出装方面小骷髅就第一件装备 选择是生出了一个魔龙枪 魔龙枪这个道具对小骷髅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变态的一件装备可以说是 六百四的初始功再加上一百四的魔龙枪七百八的射程 七百八的射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接近泉水的射程了 不对这个DOTA2里边泉水射程好远 DOTA2泉水射程好远 DOTA1泉水的射程是800 就是早期版本800的射程 这他们射程1200哇真是狗 感谢观众刷辣条风月雪残飞 应该没念错吧 这里妖精引身撒了一个粉给上一种精化 给上一个插水水水水水水在哪水在哪水回来 这样啊妖精的这波游走是被对方给杠了 被对方这一个真言给算起了 这样妖精自己的节奏断一波的话 ehome的这个节奏又起来了 因为现在VGR的唯一的两个人头 仅有的两个人头都是小骷髅的游走拿走 小骷髅这波直接被带走 上塔也被拔掉 那这个节奏感觉又完全露入到了ehome的节奏当中 我们看一下经济情况 经济情况现在也是ehome前四名里面 就是前四个第一集团 经济第一集团前四个里面有三个都是ehome的人 这场比赛VGR在前期打的还是有点懵逼的感觉 主要修补将好穷啊 这个修补将13分钟距离自己的飞鞋还有一段距离 早早的就已经把自己的这个机器人 机器人都点满了 二级激光二级导弹一级大满级的机器人都有了 然后没飞鞋 太难了这个修补将真的 这就是什么呀 对吧 什么药啊 酒 套 全都备好了 然后姑娘说不来了 这就是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花什么的都买好了 甜品蛋糕 包括是中间休息的时候的业余活动都安排好了 然后然后然后妹子不来了 确实穷的有点过分了 刷X4一击人回家 刷X4一击人可以回家准备那什么呢 这边观众说没有酱油囤野 没有酱油囤野 光兑现14分钟也兑出个飞鞋来了吧 而且他又没出什么装备 就是一个魂剑 没出什么烂七八糟的东西 魂剑瓶子 这都是这都是最正常不过的 廷格出装了 他这个前期确实被怼的时候惨 中路对线本身打不过就打不过这个DPA 然后对方还一直老来人帮 自己还被这个套着李子顿的狼烫死过一次 不过这都不是事 这都不是事 因为 战神机靠的从来也不是对线 他靠的就是团战 就是靠打架 靠节奏 这个倒不不用着急 这边一个大招定住两个人 现在是激光 漂亮 VGR这波团战配合R非常好 看一下狼人 选择过来去切这个听盖 但是听盖直接选择 TB回家 这一方变一个蛋 狼人死了 狼人死了 想敲这个蛋 结果自己给敲死了 这样的话 小骷髅这波输出挡不住了 这个小骷髅有了魔龙枪以后射程实在是太远了 完成里面三杀 哎呀 哎呀 预测又下了 果然是让小骷髅给拿到了三杀 我上一场比赛 我预测的是小骷髅 三杀 第一个三杀 这场比赛 我原本是赌一下看看战神七能不能 能不能阳刚一回 硬一回 结果还是不行 R被妖精给找到一个机会了 Tony那个关注咱们群里边的人要求你开车 你别开的最好也是 咱私下开车就行了 咱们在群里尽量别开车 毕竟三百人 随便有两个人点一下这头举报 咱们这个群就完蛋了 我攒三百来个人不容易 你私下开就行了 谁要想开你私下加个好友跟他开 你知道吧 毕竟咱们也不是什么同城激情交友群 对吧 什么4月18号临时建的群 4月20号就就结散的那种群对吧 哎这里 哎为什么感觉在输出好像有点问题 我去我这迷之有一个电话 我 这我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是什么情况 我借一点我借一点各位观众 这边家里人给的电话我又不能接啊 不能接 不能不接 不能不接 这锅塔还是被强行拆掉 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 这小骷髏为什么蓝一直这么穷 这么少啊 不合适吧 下一件装备应该是要直接出一个暗灭了 应该是打算直接出暗灭了 这小骷髏如果出到暗灭的话 这个小骷髏如果出到暗灭的话 这小骷髏如果真的让这个小骷髏出到暗灭的话 你别说以后我们这边后续这个推荐 还真的是不太不太好打了 因为这个小骷髏出到暗灭以后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扛得住这个小骷髏单抓 神域这种东西虽然他有一个大招 但很有可能大招放不出来就死了 神域这个小骷髏开一个大 吃完兵开一个大到身边开着替三剑就秒 这神域绝对是三剑就秒穿蓝灭 那观众问在群里不能开黑吗 他说的不是开黑是开车啊 群里开黑随便开开 开车的话还是私下开啊 修补将下一个装备选择是先做一个以太 也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种出装套路 跳刀已经有了 Tinker这个英雄在混线的时候 就这狗混线的时候有很多 我见过好多Tinker就属于刷了无数的线 然后自己没等级 呃也没什么钱 就是Tinker在刷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尽可能的用自己的这个激光 还有就是在刷线的时候一定不要直接走 一定不要直接走 就你尽可能的去吃一吃经验 尽可能多吃吃一点经验 然后呢自己再 因为你像就这种撞死的兵 你不在身边你这个机器人撞死的兵 是不会给你经验的 尽可能在身边把这个经验先混一混 把等级混起来一点 不要走的太早 像啊开始了一个修补将刷钱的一个节奏 基本上这场比赛不出意外的话也就 这边观众说大树你在群里有女粉丝了 我群里边是有女粉丝啊 而且长得都还挺好看的 所以说大家赶紧来加群吧 对吧群号在这个商店 商店右上点就有啊 521017153 而且这些妹子有的是有的那种开露脸直播的啊 所以大家赶紧来加群 这样的话就可以随时掌握第一手信息 这开始打盾 凤王是非常勇敢的直接冲上来扛了一波肉山的伤害 这波羊是冲过来以后一个大招定住两个人 三兵的狼人被变弹砸下来以后 自己的状态也变得非常的残 好像也没什么血了 凤王飞过来以后又是妖精完成了一波三杀 妖精的这个小骷髅在这样的一个阵容体积下是非常非常好发挥的 基本上就是你看战场上 你能看见的人就是一个凤王的蛋和一个虚空 基本上你能看见的就是这些 然后呢妖精就在旁边特别踏踏实实的去输出就行了 这里只能是TP走了 就别想了 对手救不了你 暗灭 魔龙枪 假腿 这场比赛ehome在前期的这个推进节奏 打的应该说还是一直在打自己一个节奏 但是这个盾啊 这个盾他们打的有点太天真啊 对方的这个阵容绝对是一个打盾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阵容 而且ehome最大的失误就是所有的火力全都集中在了这个Tinker身上 Tinker是来干什么的难道你不知道吗 啊 战神7 Tinker是来干什么的你不知道 但是 战神7是来干什么的你总要知道吧 一换7的男人啊 你总是去盯着一个一换7的男人去打 那不就是成全他的一换7吗 小骷髅这身装备不是那个什么 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装备 就是一个火功 然后呢一身那个 这其实就是烈火攻守那一套 我记得好像我有这套吧 好像有 哎 这个是不是就是做任务给的 那个我记得 战神7职业一换7的选手 每次团战都把主要的火力放在战神7身上 这种做法就是欠缺考虑 哎 这个老鸡 哎呀 哎 这为什么不打这个老鸡啊 哎呦 这一波战神 这个妖精卖队友卖的漂亮啊 这一波 这不是队友 都帮他跳上去 已经把这个db给阳住了 按道理说他吹风也用过来 被阳住了 你小骷髅冲上去以后 基本上就是五六剑就死了的一个人 就是一个死人啊 就没上 dbc心都凉了 不过也行 起码没让对面把这个塔反捕了 尽管以dp这点攻击力 像在小骷髅面前 先把反捕塔的难度是有点大吧 一号我们选择是开了一波物 狼人自己在中落 这边开物 再往下边找也缺这个羊跳走的非常 一张比在羊的这个虚空 羊的这场比在这个虚空的水平 接近universe的水平了 真的是差不多得有universe的水平了 非常非常漂亮的团单 他每次团战这个大招都给的位置非常的关键 而且最少能大中两个人 就是过来排一下对方在这做的眼 也是非常机智啊 这块有一个假眼也可以排掉 直接砍掉这个眼 这样一号我们赶紧往后撤 但是好像有点困难 这个跳刀的羊过来先锁一手cd 看到你一个神医者懒得理你 一个大招定住了老十一 这里一个船开过来以后 F5被撞死了 这一波VGR要崩 看一眼正面战场 现在Tinker TinkerDDC也是被狼人直接追死 Tinker这里被吹起来 直接带走 拉住了以后直接带走 这波团战 这个战争的发起者最后没有死 这波团VGR打的没有什么问题 这波团是ehome发挥出色 VGR这波团 他们的思路很明确 我拿虚空跳楼虚空有盾 我跳楼虚空有盾 我进去先找一下人 然后找到你最合适的点 去给你一个大招把你定住 然后这个时候再去跟你打团 后面的这个队友在往上跟 然后去跟你开这个团 还是跟之前几次团战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这一次团战对方的一个位置 占的非常的好 虚空找了半天的人 最后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点 来放这个大 最后选择无奈之下 放着一个大招也只定住了一个老十一的这个DS 那这样的话等于是你让虚空 你让这个狼人和DP两个人是一个乌鸦力的一个输出 然后呢凤凰自己也没变出弹来直接被对方给带走 这样呢这波团基本上就是 应该说只能说是对方这波发挥真的是出色 以后我们刚才这波团战位还有人员这些人员的选择 这位置真的是完美 这一圈子过来以后一个大招怼上去一个激光导弹呢 导弹呢导弹已经打出来了 这里被吹上一口直接带走票 小孤楼支援上来以后这个输出还是狗 盾呢这边观众没没听到我刚才说的吗 这个盾我刚才说了带盾虚空啊 我说带盾虚空跳楼进去啊 难道你说的我难道你理解成我说的带盾虚空是带原盾的虚空吗 还是先锋盾的虚空 这战神器过来刷一刷机器人 那么这样的话DP这波被抓了吧 看看VGR能不能趁机推掉一个中塔 这个中路二塔如果能趁机推掉的话就赚了 下路应该是Tinker 这个塔还是要被这个小骷髅给消掉 诶这块又是定住了三兵 这个大招直了 这个大招定住三兵能能秒 神域过来给上一个技能救一手给上加血 这个那这个狼人应该是杀不掉了 这个狼人应该是杀不掉了 那这波虚空那个大招给的应该说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就是没有成功啊 没有成功的击杀对方 10比14的人头数 现在VGR虽然说人头数落后 但是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经济走势 现在目前双方基本是持平 VGR的经验还领先一些 人头数虽然落后 塔的数量其实双方基本上是持平的 差差距很小 哦不对下落还有一塔 我刚才没看见下落还有一塔 那这样的话差的比较多 差两个塔 但是VGR在落后两个塔的情况 经济和经验都领先一些 而且现在VGR就进行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 你看他们的人头数落后 塔也落后 但是经济和经验领先 这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一个我们团战老师 打的有问题 而自己的刷钱点没有刷起来 经济方面在小骷髅第一 Tinker第二 对方的三大哥的经济也都不错 那他们的这个经济到底是怎么领先出来的 全告羊吗 全告羊的吗 这边有观众说家群没同意 我在直播 所以这个家群这边那个声音我没有开 要不然你们就经常会听到我这个视频里面 或者直播里面有那个壳子的事 我一般那个Cure都是静音的 刚刚给你们审批了 刚刚给你们通过了 小骷髅的BKB也拿出来了 这个团战现在 VGR现在唯一要解决的一件事就是DP 他们现在团战只要能把DP给弄死 这个团战就赢了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弄死DP并不难 就是小骷髅找机会 在这个虚空和凤凰给他创造机会 以后找到机会去找这个DP这位 这个龟齿无双的船长要直接被秒 哎DP这个位置 DP这个位置要出事 凤凰已经变弹变出来了 这给上一个大招定住了三兵 还是从后排找三兵 凤凰变弹砸起来三兵变狼 但是对这个时候分队的大招已经交了 没有办法再去救 三兵这波死了以后就看老鸡了 小骷髅并没有选择去怼这个老鸡 老鸡开着BKB直接怼死了一个虚空 那这波妖精感觉要死 这个团战打的 团战打的问题很大呀 问题很大呀 为什么会打成这样啊 凤凰的弹也变出来了 也砸下来了 虚空的大也给到了对方的大哥 对方的大哥也确确实实被打死了 然后发现后续输出没有了 打不死这个DP了 DP这个英雄 其实你看这个DP一点都不硬 6点护甲1300血 这已经30分钟的一个比赛了 这个DP对于小骷髅来说 就是开着BKB上去几下都点死的一个人 然而就是没有人打 所有的火力都去集中到了这个狼人身上 这个狼人现在的输出其实没那么可怕 他没有BKB 你随便这点人去秀他一下就行了 打凤凰凤凰可以给他F 打虚空虚空能跳走 打LionLion能养他 打TinkerTinker能给他激光 你怎么看都不用太关注对方这个狼人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在这个死亡先知上 BGR为什么每次都对这个狼人这么执着 他们这个阵容并不怕狼人 狼人这个输出对他们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 这里锁上一手CD 那这样的话这个船长应该是去了 狼人这里变狼 开始出来输出 看这个狼人这个输出 只能欺负欺负这个没有什么技能 已经没有技能的DDC 神域者还是神域者给杀的 羊这里直接开了一个BKB 过来以后输出一波 跳过来以后再找 这有一个分队给自己上了一个大招 这也被锤两下 再加小咕噜两下输出 那应该是死了 结算完了就死了 你看这个狼人其实没什么卵用 他开一个大冲过来追了半天 就弄死一个 他谁都追不死 VGR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怕狼人的 你要真说让这个狼人跟妖精贴脸了 一对一了 那这个小骷髅打不过是正常的 但你这个阵容不可能给狼人这样的机会啊 之前那波团战如果上了第一波技能 全都找对方的这个DP 就主要是虚空力大 虚空力大如果能找DP的话 上一波团战就已经被以后我们打崩了 观众里边说心里压力大确实也是 这个赢了就可以直接去TI了 这个真的是 毕竟TI这个比赛还是DOT界最重要的一个比赛 就跟欧洲足球的欧冠是一个道理 其他的什么国王杯啊 什么这个杯那个杯那些都是就是可有可无的 能有的请上添花没有呢就拉倒无所谓 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除非说你这个队伍好多年没拿过冠军了 你需要这么一个比赛啊 你需要这么一场比赛来提振一下士气呢 可能比较重视 但其他大部分的精力肯定还是要放在欧洲杯上 狼人也做出了BKB 狼人这BKB做的真的是有一些用处 他这个BKB出来了以后就可以去切一下对方的酱油 对方的大哥他还是一个都切不死 开始BKB 但是他可以切一些酱油 说白了就是切一些Line 然后呢 Tinker也可以切一些 这边又是来了很多群里的观众啊 非常感谢支持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我觉得以后我就应该也跟那个什么似的 跟那些主播 哎这个地方凤王被沉没被撞到 但是伤害不够 妖精这里开着BKB直接秒了 奔着老十一再秒 这里凤王变弹 只有一个老十一在打 那凤王这个弹又是没有人能够制裁的了 这样老十一肯定是要死 看一下下边狼人在追TK TK被怼死以后 FI的凤王也死了 这里只剩妖精在输出 还是没有人管老吉 还是没有人管老吉 自作孽不可活我跟你说 这就是不长记性 一点记性都没有 这VGR团战打的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是指挥的问题 还是这些队员心里已经失衡了 这种团战打下去 打100次输100次 这个局面已经hold不住了 因为这两波团战打完了以后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你下一波再想杀这个死亡先知的时候 就不是你杀不杀他的问题了 是你能不能杀得了他的问题了 杀不动了这个死亡先知 现在下一波再打一次 观众这边问是不是回家局 这个不是回家局 这个是获胜的一方直接进入到TI的这个 直接进入到TI 然后呢 输的一方是进外卡赛 再从外卡赛来打 我真的是不太了解 为什么VGR一直在纠结于对方的狼人 一直在怼对方的狼人 前两波怼狼人 这一波你怼狼人 他有BKB也可能咬死你的酱油 可以理解 但是前几波为什么要怼狼人 狼人这个英雄他说的他再厉害 他开着一个大 顶多能追死你一个人 顶多顶多能追死你一个人 因为你剩下的人都不怕他追 但DP不是啊 这里小孤狼过来非常开心的 看见一个镇眼反掉对方三个眼 这辆非常准的一个插水 VGR这个时候还想伺机反推 你这 拆掉一个伊塔 自己被水起来 狼人把狼招出来先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反打 羊跳过去后想找机会 但是没有盯住对方的人 VGR现在这个阵容就是团战就是看一波 他们这个只要能打赢一波团 最少能下对方一路高底 所以ehome现在不是特别的 也不敢大意说实话这个阵容 他们现在真的是大 稍微大意一点就是一路高底 上路Tinker开始 Tinker在出完了A帐和伊塔以后 也是开始做大根了 开始偷上路 开始偷上路 看一下这边人赶回来的速度有点慢 这个上路塔可能会被耗掉很多的血 直接隐身走 给上了一手插水 不过这个小骷髅直接开启一个BKB 开启一个BKB 解一下这个状态 你看现在这个就是ehome要遇到的问题 ehome这两波虽然他们团战打得很漂亮 利用对面一直没有去怼这个DP的这件事情 让DP打出他的成敦的输出 打赢了几波团 但是如果一旦一波团战没有处理好 让虚空或者让这个凤凰跟小骷髅 形成一个完美的配合的话 就最少是一路高地直接都破了 但是反过来他们要是想破对方的高地还挺累的 他们这个阵容上高地过分的依赖DP这个大招了 如果每一次团战都在外边打的话 真的是有点蛋疼 果然这场比赛是打成一个蓬光局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一个一个小时以上的局了 大家也别着急慢慢看 我们也不用急 听个儿的大根是升到二级 有升三级的钱 不过是留了给买活 还在继续三路带线 他们现在这个战术思路很简单 我就是拿Tinker三路带 三路带 然后带完了以后呢 小骷髅找一路 然后找这个随时去偷 很简单粗暴有效的一套体系 小骷髅这里上来 直接把上路高地塔给破掉 然后开始射一波这个近战兵营 这个近战兵营由于没有塔防 是直接要标签给偷掉了 这里开了一个 撒了一个粉 撒了一个粉留住 小骷髅这波肯定是要死 肯定是要死 但是他利用自己一个人 是偷掉了对方一路高地 观众说两个 为什么两边都没选大盒 选了呀 DP和Tinker啊 DP和Tinker这两个货 他们两个虽然是两个中单法师 但你让这两个东西 真刷出六神装来 一般的大盒 看这两个东西六神装 还真的是蛋疼我跟你说 你让一个美杜莎 看见一个 六神装的Tinker 甚至七神装 八神装的Tinker 你没法打呀 他无限扬你 一对一打Tinker 不可能打的一样 他无限扬 这你没法弄 我输出不高 我一波秒不了你 我就是能让你一直是一只猪 你一辈子都是一只猪 你要是其他的 我要是不打美朵莎 我不用无限养你的话 我打你其他人的话 我就刷个蓄灵大根 对吧 蓄灵大根 这里又是一波盾 还是这个战术 还是这个套路 诶 这波能把老鸡秒掉 能把老鸡给秒掉 老鸡一个大招救一手 三兵 又打三兵 又打三兵 这波战神七死了 这里一个水 水起来一个凤凰 诶 我就 诶 我就那麽是服了 就这样的局 不不先秒对方这个DP 所有的人都感觉 这个DPS又是没打到一块的 我还说这次有门 而这个我看Lion Lion是把所有的输手 打在了一个DP脸上 就是不打这个DP 这DP真奔着六神去了 我跟你说 这DP这个英雄 你真的让他拿到六神装 这个英雄都打不死了 而且他的输出 比任何一个英雄都好恐怖 修武将开始在这刷四发的导弹 把所有的蓝都刷光 把所有的蓝都刷光 这样啊 直接利用自己的导弹 把对方活生生的给逼退了 唉 这比赛打的 VGR如果在这几波 前面这几波团战 能够每一波团战都描住 对方这个DP打 这场比赛 其实根本就不可能 打到现在 早就已经结束了 直接开启了BKB 然后射死了两只狼 还在怼三兵 把国术武装弄死了 被对方一个拉强 狼人开BKB 变狼出来追 但是追羊肯定是追不死的 追羊这波是不可能追得死的 行 不出意外的话 这比赛又快要进入到这个垃圾时间了 不出意外的话 要奔着垃圾时间去了 唉 有个观众说这边直播卡 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是服务器的问题 有的是服务器问题 不不 反正不是我的锅 至于是谁的锅呢 你们随便分啊 随便分 我就把窗帘拉着 要不然我这个光着个膀子 跟这姐说 我怕外边女流氓把持不住 来稍等 行 我们来接着看这个 听个儿继续戴去 而且在有听个儿局 这么长时间了 没有选择在这种地方做眼 这种位置做一做眼吗 前排出售 爪子可乐 预计还有半小时 半小时 半小时 你们太小看这帮人的膀胱了 我跟你说 这个局如果说就照这个节奏这么下去的话 再打多长时间都有可能 这高地真是不好上啊 听个儿继续在刷刷机器人 这就是属于现在就是一边三路刷 一边三路手 哎 标记上了 给上一个水 开BKB 没有BKB 没有BKB 这怎么办 跳刀TP 还是走了 哈哈哈 哎呀 果实无双这个萌的呀 这个萌的呀 然后还出不来 萌了我一连血 这个果实无双简直是 反正这场比赛基本就是下接下来的剧情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大家现在愿意去比如老婆那边我不高兴了该去交工粮的可以先去交工粮啊 完全不用耽误事啊 放心 放心 直播观众表示觉得我觉得谁会赢 我觉得这场比赛以后我们的希望大一些 因为这个VGR感觉他们这个团战打的现在像十一样 哎 这个凤凰 飞出去的时候被沉没了 这样啊 只能原地飞回来 一个大招定住 凤凰变弹 船长一个船 这样啊 老十一 老十一这个位置老十一没秒掉 这个时候妖精被狼人直接追了追的满世界乱跑 然后这个狼人在继续追被给一个穿刺修补将一个红杖直接怼死一个船长 然后这里还在追蓝还在秀蓝的跳刀马上有马上有回头给一个穿刺回头给一发穿刺穿刺好跳刀nice 那这样啊 这波团战打了一个零换二吧 好像是个 黑枪和坤卡死了 所以我就说不用怼狼人 这狼人没有用的 他谁都打不着 我也是不理解为什么前几几波团战一直在怼这个狼人 然后这个狼人也是萌萌达 就是不肯做个晕锤 你他也是做个晕锤出来 打人不好吗 或者实在不行 你做个散尸也行 你觉得晕锤不稳 你做个散尸也可以 这样啊 这波打完了 VTR是要准备瞄着对方这个中国高地上去耗一耗 对方的这个两个人都没有买活 这个 儿克蒙德 儿克蒙德的这个吉祥物并没有买活 看一下船长已经活了 但是中路塔已经是被这个小骷髅给磨掉了 诶不对好像几秒钟之前我刚刚说过我好像这场比赛觉得一后应该可以 这是一个意外 这不是这个跟毒奶没关系 跟毒奶没有关系 这波妖精又把对方下路二塔也拔掉 这样的话上路被破 上路被破 中路 诶这波又是一个变弹一个大招定住 怼谁 先把分队弄死 诶这个 哎呀好鸡 我好鸡 这样啊分队和船长两个人全挂 后排是一个老鸡 在怼着Tinker在吸血 然而并没有什么老幼 人人TP了 狼人这波追出来 一个漂亮的拉墙 狼人开始咬 还是在欺负这个DDC 然而鹰生然没有欺负死这个DDC 然后自己还死了 这样啊不要紧 我们还有老鸡啊 老鸡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男人 这波老鸡没有大 这波不重要啊 这不重要 你看妖精死了 妖精死了 这波他们这个高地肯定是上不去的 ehome还是很稳的 ehome这场比赛 我觉得ehome应该是可以拿下的 那VGR这个 这场比赛的一个团战的一个意识 简直就是 就是 简直就是烂的不行 完全没办法 完全没办法砍 刚才这波也就是DP没有大 说实话 DP这波有大的话 这波就是一个团灭 你看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在这边做眼了 ehome现在已经开始在这种地方做眼了 这个说明现在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 应该怎么去打这根团了 就是我现在把这个眼插好 然后你要待会听个过来 把你听个弄死 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压你的压你的这个高地 现在团站在野外的团 现在团站在野外的团 VGR其实还是不好打的 刚才那波能打赢 真的是因为老鸡没大 老鸡要有大 刚才那波团不会输了 好 战神器也是做了一个雪晶出来 把A杖放在家里 进攻的时候是刷个雪晶出来 这样可以让自己在更短的时间内 多刷一点技能出来 不用老是回家 多刷一点这个技能 多带一带线 反正他现在也不需要等级了 等级已经足够高了 好 50分钟了 预测这个场比赛 一个小时一点凑都没有 应该是一个小时以上的局 这个地方 战神七这波崩了 战神七这波肯定不是要死 羊这个位置要上吗不能上 这波赶紧走 羊这波赶紧走 这波盾要掉 你看这波盾 这一波以后我们直接把盾拿到手 这里凤凰直接飞进来变一个蛋 羊是开着BKB进来的 先把这个魔术霜怼死 怼死以后看一下 Tinker的输出 Tinker是选择买活直接飞战场 这块是一个老鸡的DP 是被妖精直接怼成了残血 但是妖精是被狼人给咬死了 这波 这样啊DP是死掉了 这个大招 羊的这个大招绝对是宇宙哥的水准啊 绝对是宇宙哥的水准啊 这波羊是打成了一波三杀 死亡先知选择买活 我特别想知道一个没有大招的DP买活 能干嘛收购 收购地魔 守这波兵线 应该是这样 这里修武将过来开始怼 开始跟这个老鸡一起对拼 吹起来 再刷一发 再给一个激光 接着回城 你这回没吹风了吧 这不大波盾 你看你们这些 这些这些直播观众 就是我为什么不爱开直播 你们特别喜欢给我甩锅 你知道吗 你们特别特别喜欢给我甩锅 这也这这也是能算是我买死的吗 讲道理啊 这是VGR清醒了 你知道吗 他现在知道开始打老鸡啊 每次团战 这个狼人每次不怎么理他 一直在怼这个老鸡 等于妖精刚刚跟老鸡完成了 一波一换一 然后虚空一个大吧 狼人罩住吧 狼人还弄死 他早这么打的话 这两比赛不就早赢了吗 对吧 老是把锅甩给我 死亡先知 零龙心 风胀 BKB 没事有机会的 这个阵容双方都有机会 因为双方这个推打的速度都太快了 就算是DB没有大 狼人现在这个推打的速度还是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老是一倍定过 你这是要干嘛呀 天个儿5G大根了 我们家猫又让我给他开门 这怎么办 这波小秘你等一下 这波关键团 你等一下 这波虚空没有大 这波虚空没有大 DP也没有开大 这波两边都在忍 但是狼人开大了 哎你怎么这么把持不住啊 这大也开了 BKB也开了 这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哎不要这样啊 这放完蛋也炸出来 老机这个BKB都掰开了 直接被怼死了 哎我的60分钟啊 我去 好吧这场比赛就给大家非常愉快 带到这里啊 作为一个专业节奏 我也是对场面上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啊 那么这样的话 好吧 那么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先带到这里 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一届Ti6的预选赛 中国区最终出现的队伍呢 是VGR和WINS第三名是EHOME 那么EHOME要去打一个外卡赛 也希望EHOME能够在外卡赛当中呢 突围啊有一个更好的成绩带给咱们中国的DOTA 另外就是现在中国的本次出战Ti6的比赛的四支队伍就是确定下来已经有了 分别是老干爹 WINS NewB 还有VGR 这四支队伍 也是希望在未来的这段时间 他们能够有很多的成绩带给我们 好了 这场比赛就先给大家做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收藏订阅打赏投影币 投降蕉 加我的Q群 关注我的微博 好像就这么多了 好像就这么多了 好 就知道这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谢谢大家